我是刘爷爷,今年已经75岁了 我的儿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闺女在澳洲工作 现在老伴在那边帮着她带孙女 一开始留我一个人在家还挺不习惯的 后来慢慢的也就适应了 平时就喜欢吹这口琴 最大的爱好是和街坊邻居一块打的麻将 麻将牌是中国传统的娱乐项目 有很多老人全都喜欢玩 有时候街坊邻居呢他们玩就三缺一 我跟孩子们又都上班也没有人陪我 就去跟他们玩了 另外呢麻将牌对于锻炼智力挺好的 它也富还的人生哲理 每一把牌抓的全部一样 大时候你得去组织 葫萝牌啊麻瓦牌啊 对身体什么全都有好处 玩这个麻将牌吧 也可以就避免寂寞 在一块玩呢也增加了相互的理解啊 认识啊熟悉啊 时间就是挺快的 一瞬间就过去了 就这麻将牌子还是一项挺恶意的活动